不要做板凳 不要做板凳 你们知道做下板凳的后果是什么吗 不要做板凳 伙伴 你们有没有数过喷泉周围的板凳有几个 快看呀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六个 众所周知 我们喷泉周围的板凳数量一共有六个 对吧 对吧 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诡异 所有的系统弹都不敢做板凳 所有的系统弹都不敢做板凳 他们都站在板凳的旁边 快看呀 而我们的弹仔走过去 板凳会提示我们坐下 大家不要坐下 不要点坐下 千万不要做喷泉旁边的板凳 我想问你们一下 你们做过板凳吗 如果你们做过 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做过板凳呀 快看呀 这是老版本 我发现老版本中所有的NPC都敢做板凳 你们看 这个板凳上做了 圆丁 杰克他们三的对吧 大家都敢做呀 而在最新的版本中 竟然没人敢坐板凳了 原因就是 快看 我前面有一个板凳 我的弹仔走过去 我点了一下坐下 结果呀 伙伴们 我才发现坐下板凳的弹仔 竟然站不起来了 你们看 我的方向间都暗冒烟了 可是啊 弹仔还是坐在这里一动不动 所以啊 板凳会站住弹仔 我才说大家千万别坐板凳了 我却下来 我都不敢做 我还没人家 快看 是不能家 我还没人家 你才能吃